郡君渝年初三大排延殖 为妈妈东审慶祝91岁大寿 不少圈中好友 包括黄秋生 文雪儿 马海伦 古天乐 舍思曼 高海宁 袁文杰 冯素波等都有延伸道货 场面热闹 这日君渝和堪渝学家李承泽师傅 一起出席一个新年省私活动时 也有提起这件事 有陈希和朋友聚一聚 因为真的太久 老人家都投诉三年没去过旅行 很想去旅行 他就叫我跟他去 那我就先吃这餐饭 哈哈哈哈 很多巨星 对啊 那晚啊 那些是好朋友来的 全部都 大家开心又很熟 那便吃一顿饭 其实有新年 基本的 对啊 那些基本的 你收了很多礼物 我妈妈也很开心 他叫人不要给礼物 他又不要收钱 他都捐出去给慈善机头 不是吧 抽奖也很开心吧 对啊 我们就破财了 哈哈哈哈 他们就开心 他们就开心了 他们就开心了 他又不开心了 你不见了东叔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 因为东叔年纪都大了 我也有点担心 太多人 太多人 对啊 始终现在还是疫情 还有的嘛 那我就叫他 我们三十晚又在家里 整天 所以少人比较好 杨子瓶日前获班金球奖喜剧 和音乐剧内最佳女主角奖 之后又入为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 成为首位提名影后的 华裔女演员 作为奥斯卡会员的君余 有份投票之外 也很替Michelle开心 很开心 他拿金球奖 我已经看他那篇演词 我都看得眼省湿了 很替他开心 大家认识了这么多年 为了 现在亚洲人 我觉得很抬头 在这些小片里 真的人家熬了很多年 我们都在这儿开玩笑 有什么小角色 都要带我们进去 被问到有没有计划 和Michelle 一样进军荷里活时 君余就这样回应了 西方发展了 是 刚刚轮到我了 我认为很快 会不会和他唱同情歌 当然是汤郭老师 梅里史脱谱那些 《急斤》第四集 是我的了 别胡说 在这儿 而晨省师傅 对君余今年的事业发展 都相当看好 还鼓励他冲出香港 其实君余是属蛇的 不过看他的样子 他二十多岁 他又不讲真相 但属蛇的人整体 今年都是有贵人 天月贵人是最旺的贵人 所以出门出外 甚至对外发展是非常好的